日本今個月雖然開放觀光入境 但只限旅行團 不可以自由行回鄉下 都可以看看臥底今次的介紹 阿Q一下繼續吃了當去 今次臥底來到這間放題餐廳 來自九州宮崎 在當地好有人氣 相信不少日本迷未去過都會聽過 他們本身在九州營運牧場 有自己出產的和牛 還開了不同風格的餐廳 基本上食材都是自家生產 他們首次開海外分店 就將專做放題的宮崎肉本舖 和行高級路線的姊妹店牛壯 二合為一 變成有A5櫻花和牛的放題餐廳 還用一頭牛的採購方式 供應很多雕鑽部位 其實他們的牧場叫櫻花牧場 他們的鑽養方式 由水質到鑽料 其實他們是經過嚴格的管控 所以整個牧場一年只生產100隻牛 每個月大約10隻 即我們都要屠宰後才知道 究竟它是不是A5 還是A4 但是香港這邊都非常支持我們 它答應一定最少給我們兩隻 你一隻牛回來後 可能舉例350公斤 可能整隻牛有很多不同的部位 我們叫做蒸肉可以保留 可能沒有了差不多三成的了 我相信香港比較少人 引入一頭牛的概念 我相信都有關於成本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A5 裡面都有分6至12級 通常越高規定的 一定是越漂亮的油花 一定是越分佈、越均勻 我們跟那邊合佈 都會十級注射 所有牛肉都會在日本處理好 然後冰鮮運過來香港 配合仿炭爐的陶瓷烤爐 令到和牛更加有焦香味 如果想盡情吃A5和牛 當然就要叫它們最貴的套餐 我們會有西欄、堅利機、牛體肉 其實我們整個模式出來 都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A5 的牛會不會吃下去很適合 所以我們都會把牛肉類 會多入少許蒸肉類 蒸肉類就是吃下去 可能牛味會比較重 油花分佈沒有那麼高 舉例,牛腿就沒有那麼高 堅利機 油花也沒有那麼高 西欄肉眼的油花比較豐富 可能有時候燒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 所以火就不要調太大 另外說壽喜燒的 切得比較薄 有多一點油脂成分 我們會加上雞蛋給食客 辣一辣 就放在雞蛋裡吃 其實它的口感也很好 最美最美的牛柳的部位 可能只有兩公斤 當然有很多肥膏 我們會把所有的肥膏切走 留下的蒸肉部分 就可以用來燒烤 所以那些部位 就會比較 你見是肉的吃下去 可能比較油 和想頭是 咬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 在眼睛那種油脂的感覺 但是它的部位 其實也是比較少筋 而且它吃下去的時候 牛味會比較重 其實每張桌上都有一個圖表 每盆肉上面都有一個小牌子 吃的時候就會知道自己在吃哪個部位 至於笑肉都有食用次序 日本總店就建議 應該由淡到濃地吃 由赤肉開始 放在中間燒 最後才吃油花極重的雙鋼 因為油脂多會搶火 所以要放在旁邊燒 另外一開始最好點鹽來吃 然後再試芥末 最後才點醬汁 想吃得再雕鑽一點 可以追加稀有部位成盒 所謂稀有部位 就是一隻牛切出來不超過10-15公斤 這就是稀有部位 而這個成盒每天限量供應 每碟包含4款部位 一共有8片 部位就每天由廚師發版 牛層的牛肉餅 一隻牛肉餅 只是350公斤 也有8公斤 肉餅的剪輯 但去吃下去 真的口味 又沒西蘭肉眼的油花那麼厲害 我們稱之為蒸肉類 牛腿位 烤下去一定是沒西蘭肉眼的油花那麼豐滿 那些肉餅又有另一種口感 肉味重 來嘗咪或有口感 可能會有咬勁 因為後腰肉在那個位置 我們可以起出來的 都只剩10公斤內 而那個位置也沒有很多根部位 而吃下去的口感 肉味也很濃郁 除了和牛 還有60款小食 沙律 花麵和甜品 可以任叫 其中有三款菜式 在香港店才有 好似香港人最喜歡的甲羅燒 燒熱蟹糕 撈雲鵪鶉蛋 再配米餅吃 另外還有特別用A5和牛炮製的和牛餃子 和和牛米餅 可以吃到燒烤以外的和牛風味 順帶一提 日本總店本身有供應牛內臟 接下來香港店都會有 喜歡吃內臟的朋友 就記住留意官方專頁啦 請問他們 阿瓦 在賣天 你不是要賣天 也不是要賣天 我單獨不得 餐廳 又沒很開 你又不喜歡